为什么继南极之后阿尔卑斯山也出现了神秘的粉红色的雪? 意大利科学家正在调查阿尔卑斯山神秘出现的粉红色冰川 这是由加速气候变化影响的藻类引起的 关于这些藻类来自哪里?人们还存在争议 但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的Bedio Dimoro说 在Prescent A冰川部分地区观察到的粉红色雪 很可能是由在格陵兰发现的同一种植物引起的 这种藻类并不危险 它是一种自然现象 在中维度地区的春季和夏季期间 但在两极也会发生 D.Moro说 他之前曾在瑞士Mortires冰川研究过这种藻类 通常情况下 冰会将80%以上的太阳辐射反射回大气中 但随着藻类的出现 它们会使冰变暗 从而吸收热量 融化得更快